在国一周2022台北国际书展就将盛大开展 台北书展基金会予于法国在台协会 26号隆重介绍今年主题国 法国精彩内容 这也是法国第四度担任书展主题国 相当重视阅读的法国 特别以我阅读故我在 作为精神标语 期望倡议阅读 让每个人面向自我 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 更凸显阅读对于心灵慰藉的重要性 此次法国主题国 集结80家法国出版社共2000本书 全面展现法国在文学 艺术 人文 漫画等不同领域 多元类型的特色新书 并进行策划 追忆 普鲁斯特 经典作家西珍手稿 探索世界的灵光炸裂 艾曼纽 乐帕及漫画原稿三大展区 由于今年世法文化国大文豪 普鲁斯特逝世100周年 整场内不只有作家手稿 影像 更规划普鲁斯特有声步道 截取追忆四水年华中精彩片段 邀请名人朗读 受限疫情 多数法国作家 只能透过线上与台湾读者交流 作家艾利克菲爷 则亲自来台隔离 将与读者面对面分享他的创作历程 我们这次呢 其实就是想要透过 我们所办理的这些活动呢 让大家在这种疫情严峻的情况下 也能够超越疫情所带来的限制 也就是为什么呢 我们办了很多 就是结合了线上以及现场 还有跟很多其他单位合作 让大家在书展之外的空间 书店 图书馆 也可以进行这种阅读相关的一个交流 除了法国主题国之外 今年国际书展区 德国馆 欧盟馆依旧是焦点 德国及华人作家调义舞 多名香港作家都将亲自到场三云色谈 会呼应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这项国际议题 文化部也特别规划乌克兰馆 将展示乌克兰最大国际出版销售通路 亚卡布策略选书 让台湾读者迅速了解乌克兰的历史与文化 同时展出示服代表性乌克兰插画家的色品 展现以文化捍卫民主的决心 我们希望说我们在这个展区的设计上 就是台湾与乌克兰同在 邀请他们来 一方面也跟他们学习 理解这样子的整个乌克兰的出版 或者是他们在文化上面的保存的动作之外 那其实也就是用实质的一个行动 然后来表达台湾的文化力量上面 对于乌克兰文化的保存的一个支持 为了鼓励读者踊跃参与书展 文化部日前宣布寄出20万张百元购书券 搭配加码好康与出版社多元行销 让让读者逛得过瘾 买得也过瘾 这样我们今天来讲 杨人祥 张超伟文 海板超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